兄弟 听哥们儿一句劝 那女的真不适合你 可是她送了我一辆保时捷 你怎么就不懂呢 她爸爸那么有钱 她也是个富二代 你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人家就是玩玩 你就是她池塘里面的鱼 别给你那好处 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可是她送了我一辆保时捷啊 你怎么就那么固执的 还有这个年龄 是不是比你大 比我小 小三岁 那就更不行了呀 啊 你们俩会有带勾她 她那么幼稚一点都不成熟 你们俩也会有共同话题吗 能聊到一块去吗 不能啊 你们这块是不会幸福的 可是 她送了我一辆保时捷 我知道 送你保时捷怎么了 就证明爱你吗 就有未来就能幸福吗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你出来比我高点 比我帅点 你来点比我强 是不是 你擦亮自己的眼睛 那就是个感情骗子 今天送你车 明天我就收回去了 你哭都没地方 收不回去 已经过户了 我 年轻人怎么说的 妹妹要不要东西了 滑回去 亲爱的我们来了 咱们走吧 走 这就是你女朋友 走吧 走 你去哪儿 走吧 去吗 滑回去 那我们走吧 好 再见 旁边那女的谁啊 她妈妈 她闺蜜 她闺蜜 能不能把闺蜜介绍给我 沈翔六点半 沈翔六点半 好 好